還是新聞全球現場來關心高雄潔定情人碼頭 十七號下午發生學生集體落水意外 當時天氣非常冷 但高科大老師還是按照既定的課表 進行獨木舟課程 要求學生划船出海 結果不到二十分鐘時間 這個獨木舟就紛紛被海風給吹翻了 導致二十多名學生落海 八個人一度失溫 現在有學生上網發文控訴受課老師 不顧寒流來襲 逼迫同學們下水 對此校方表示 對於天氣的誤判感到抱歉 這時期也會暫緩遺地教學課程 當舊聲音坐在獨木舟上 緩緩往目的地前進 只是天氣冷嗖嗖 同學們怎麼也沒想到下一秒會親身經歷落海意外 才剛出發不到二十分鐘 突然封場宇宙一騷騷獨木舟瞬間翻覆 這麼冷的天氣同學傻都嚇壞了 而其中六人先被助教救起 八人則是由海巡協助 等不到救援的竟然還有十四位 只能先自救躲到一旁鐵皮屋內 幸好有好心的阿公幫忙 而另外則是還有八人十文送一 真的失誤的狀況已經很嚴重 我們也都站不起來需要同學獲得說醫護人員參阜 真的是幸好落水的二十八位同學 最後都平安獲救 但天氣寒冷老師卻還是選擇進行 讀木舟課程也讓學生不能接受發文指控 附上和助教的對話再度確認 但得到的答案卻還是要照常上課 事發就在17號上午 高科大學生發文指控 當時課程預計10點都要下水 從潔定情人碼頭出發到對面的新達發電廠 請問成績這部分沒有 你就是會被暗掉 語氣中滿滿的無奈 不過授課老師當下則是回應 一切都有做好防範評過工作 經過校內的我們的簽和核准 統一的到這個地方來 天后誤判導致後續的救援 授課老師為此表達深刻的歉意 校方敬上火線坦誠判斷說 是這學期將會暫時停止遺地教學課程 只是往年學習學生就有出面反應過 這回真的發生落水意外 恐怕也在學生心中蒙上一層陰影 請見高雄做不到